露着42颗牙齿的怪物 原生竟然是个人 她拥有天类般的嗓音 在这个怪物收容所里 住着各种奇形怪状的人 眼前这个头顶骨质疏松的女人 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还有面部被上帝捏歪的男孩 她内向害羞 却是第一个加入怪物大家庭的成员 在怪物家长的一一介绍下 他们纷纷和篮子里的钢柱打着招呼 当然这里还有钢柱的同类 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女孩 这是从双胞胎哥哥身上 分离下来的弟弟刚柱 兄弟俩自出生起就是连体婴 在十几岁时 爸爸找了医生 帮他们做了分体手术 两人辗转来到怪物屋 弟弟刚柱有暴力倾向 女人正在耐心劝导他 不要动不动就撕烂别人的脸 哥哥铁柱在怪物收容所里 就连上厕所都需要小心翼翼 尽管和弟弟朝夕相处了几十年 现在突然看到这么多怪物 还是会被吓一跳 他想离开这里 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铁柱认为弟弟在这里已经找到了家 刚柱却嘲笑哥哥的无知 突然到访的记者打破了铁柱的计划 众人将手持相机的记者引到屋顶 在这里解决掉了偷拍他们的记者 主编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主动打电话约铁柱面谈 主编不停地挑拨兄弟俩的关系 目的就是想让铁柱交出弟弟 却不料酒吧里的人头戴面具 他们清朝出动了 竟全都是怪物屋的成员 他来之前肯定没料到 能看到这群怪物的人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 也不会想到最终结束他生命的 会是他口中那个暴力丑陋的怪物 从主编身上拿到女记者的地址 他们没有停留 因为接下来就轮到这个唯一的知情人 女记者了 先是砸破玻璃 剪断女人家中的电话线 然后怪物们将女人围起来 逼迫他去找出刚柱 这下他彻底变成了和大家一样的怪物了 怪物们解决掉麻烦 生活终于恢复平静 还记得开头那个自闭女孩吗 此刻已经和刚柱陷入爱河了 接下来的画面有些善而不疑 就直接帮大家掠过了哦 铁柱也像怪物屋中唯一的正常人大花 表达爱意 大花接受她的同时 打算坦白自己的过望 万万没想到啊 怀孕六年都生不出来的孩子 竟然是一个可爱的小怪物 孩子主动钻出来和铁柱打招呼 这下可彻底把铁柱逼疯了 刚脱离了弟弟的阴影 好不容易找个女朋友吧 还怀个哪吒 铁柱精神崩溃 大花想要安慰她 拉扯中 铁柱失手推了她一把 就这样 大花从窗户跌落的楼下 没了信心 接连的刺激 让铁柱无法接受现实 她先是打晕刚柱 然后拿出针 将刚柱重新和自己缝在一起 庞大的畸形家族 本是给怪胎们一个安稳的住所 却没能逃过发疯的哥哥 合而为一的冲动 不须得 cortisol